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元宵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年元宵晚会 以花灯耀四海为主线 特别邀请到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 非仪灯彩传承人来到现场 他们带着各自的灯彩作品 在晚会上惊喜亮相 主持人首先介绍的 就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霞石灯彩 这是霞石灯彩 它以针刺花文 精强细美著称 这每一片灯片上 可是分布着密密麻麻 上万个针孔呢 光透过针孔透射下来 投印出了太白腰月 等文人雅士美景 相比较晚会现场的 这些小型灯彩 海宁博物馆内收藏的 霞石灯彩 更宏大 更精美 眼前这些作品 大多出自胡金龙之手 他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霞石灯彩代表性传承人 四十多年来 胡金龙以精益求精 锐意创新的精神 传承霞石灯彩艺术 他的作品《彩莲传灯》 曾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霞石灯彩及诗词 书法 绘画 篆刻 刺绣于一体 制成后以灯硬化 能显出形象逼真 唯妙唯效的立体画面 这个灯是我们海宁的一个 也是比较传统的一家作品 这个叫文徽葛灯 它的特点是上面是针孔 有密密麻麻的 有数百万个针孔 这一家作品它叫《九龙球》 这个球上它有九条龙 这个鳞片是一片一片贴上去的 这家作品叫《龙舟灯》 最大的特点它里边动的章子 已经是二十多年时间了 还在每天不停地在运着 那么曾经从医的胡金龙 是如何与霞石灯彩制作结缘的 它又是如何将霞石灯彩的特点 青螺蜿蜒 玲珑剔透 精妙呈现出来的呢 海宁是官朝圣地 也是众多文化名人的故乡 涌现出王国伟 徐志摩 金庸等文化名人 这里也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早在唐代 霞石灯彩就遇满江南 南宋时被列为朝廷贡品 霞石灯彩主要流传于浙江省 海宁市霞石镇 这里交通便利 商业兴盛 促进了灯彩艺术的发展 1953年 胡金龙出生在 距离海宁不远的嘉兴 读中学时 他成绩优异 遗憾的是未能如愿 考上心仪的大学 当时是心情是 真的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后来没办法再多来中专 所以我也记得 我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 是精子 不管在哪里 都可以发光 今儿学医了 那么就要好好把这个医学 自己能学好 我也更多能去活务 1973年 胡金龙进入嘉兴地区卫生学校 毕业后来到当地的一家 国营水泥厂当起了厂医 1979年 海宁县成立了 海宁工艺美术服务部 即灯彩的制作和经营与一体 当时仅有屈指可数的 几位民间手艺人 还在默默继续传承着 瑕石灯彩 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就是孙维军先生 他的一对瑕石灯彩作品 曾被作为国礼赠给外国友人 80年代的时候 他就总结了我们瑕石灯彩的 一些工艺特点 就提出了八字技法 八个字 蒸熬接扎客户表会 所以我们现在也一直就是 传承什么 就传承八字技法 1979年年底 海宁县政府为了繁荣 瑕石灯彩手艺 提出在来年的元宵节 举办一次迎灯彩活动 胡金龙所在的工厂 也接到灯彩制作的任务 虽然当地已经几十年 没有办过灯彩活动了 厂里见过瑕石灯彩的工人 就没几个 但厂领导非常重视这次活动 抽调了胡金龙等一些员工 组建了一个临时的灯彩制作小组 虽然大家都是外行的 要做就要把灯彩 要经历做好 那么后来什么 我们聘请了就是 工艺美术服务部的 申伟均先生 来我们单位做指导 他来给我们命题 命题做什么灯 当时就提出做一个 经济报销的一个灯 我们商量也这个灯倒可以 做一个攻击 大攻击 下面做一个底柱 用瑕石灯彩的元素 最初在制作的过程中 小组成员们都抱着 应付差事的心态明显心不在焉 孙维钧先生看到后十分不悦 做得不好一看不对 他就是说怎么办 翻功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经济骨架的时候 我们一位姓台的师傅 他这个造型有问题 翅膀不对 鸡头装得不对 这个骨架就翻了三次 如果没有他的严格要求的话 如果说他说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慢慢会过去 我们也做不好这个灯 当时胡金龙主要参与的 是在骨架完成后的表壶工作 表壶看似简单 实则难点颇多 表壶就是我们把做好的灯片 就是扶到灯上去 把一些扯布扶到骨架上 那么这个需要耐心细致 你裁剪的时候不能相差几毫米 一毫米两毫米 一般酒瓶就不好 有时候也会扯布上去 做得不会很平整 就是要私下来重新做果 重新做果 要反复地翻功 经过近两个月的集体制作 霞石灯彩金鸡爆小终于完成 在1980年的元宵霞石灯会上 胡金龙和同事们 抬着自制的灯彩行走展示 万一鼓搏之声穿街走下 上海杭州都是由关灯的专利 到霞石 灯会以前都通知了大家的 关灯的时候不能停步 这是一个 掉了鞋子是不能解的 那是灯会从马路上回的水系不同 最后平比的时候 经济报销 平到了最佳灯彩家 跟灯彩剧园也是五星插流 是一种恶乱的一次机会 给了这次机会 我就扎住了这次机会 所以后来才遇到今天 有了人生第一次制作灯彩的经历之后 胡金龙喜欢上了这项传统技艺 1980年 胡金龙决心拜灯彩艺人孙维钧为师 并在水泥厂里 组建了一个灯彩兴趣制作小组 他们的目标是争取 让霞石灯彩登上更高的舞台 在初学阶段 胡金龙发现霞石灯彩能够实现 灯片青螺蜿蜿蜒 玲珑剔透这一特点 其核心技术主要体现在灯片的制作上 不但神秘而且复杂 灯片制作呢 首先我们要在纸上做一个画稿 需要呈现的也特别亮的地方 我们把它刻掉 那么刻好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什么 再重新表 那为什么要表呢 因为这里边有五层纸 这一部分基本上不透光 这里边只有一层纸 一层纸它的特光效果特别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蒸 这个灯片的透光 通过深眼透出来的光 蒸好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画上颜色 全部完成以后 经过光源的作用 那么这个灯片体现了一个 青露万眼玲珑剔透的一个效果 一张灯片以针刺细密的 万眼罗最奇 南宋诗人范成大 在灯饰行中有诗句 蝶欲千丝四鬼功 简罗万眼人力穷 针刺记忆针法多样 要想精通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其中一种叫扑发针 用的最多的是 这样你们可能很难看清楚 我们只要在导光板上通过光源 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它很明显地 显示出来 扑发针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横的能看通 直的通 斜的也能通 那么另外一种针法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是钩针 它沿着卸条罩 建筑的一些机构就能体现出来 还有一种针法叫乱针 我要求它透光比较强 那么我这里边就是针得比较密 下面我要求它透光暗一点 那么我针得就比较稀 乱针的话 不是一般的工匠都能够针出来 乱针它必须是有一定的美术工具 经过两年的勤学苦练 胡金龙带着兴趣小组的成员们 先后完成了多件瑕石灯彩 然而它并不满足于此 它的目标是制作一盏 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型灯彩 为未来可能出现的 国家级灯彩展览提前筹备 1986年 胡金龙大胆决定 参照传统灯彩 品字亭灯的造型 并在材料和灯光技术上 多做创新和突破 品字亭灯 灵感来源于汉字的品 由三个口字形的亭子连接在一起 胡金龙当时的首要任务 就是重新设计图纸 我们在第一步画稿子的时候 我们想到最后一步什么 表辅章实这一步 这个章实就怎么放 每一毫米都也算得很准确 特别到瓦轮部分的高度更重要 这个高度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比如两个亭三个亭自己的 你协计的地方你协计不起来 所以这个图字对我来说难度是有 但是在先生的指导下 后来还是完成了 接下来是制作占据很大面积的栏杆 古法技艺是采用溶线来完成 虽然美观但没有质感 胡金龙决心尝试一种新材料 我们就用普通的一个铁皮 什么铁皮呢 当时我们就调那个 比如说那个脏饼干的那个铁皮盒子 把它剪成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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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好 把这个铁皮拉着 拉着以后外面包上一层电话驴的一种材料 包好以后就金光山上了 包好以后我们再把它凹成一些图形 把它拼起起来 拼成一种栏杆的形状 接下来决定整个灯彩成败 关键的是针刺工艺 品质停灯的瓦棱很多 在灯光的映射下 这些针孔产生不可思议的美感 而完成这些整齐画衣的破花针 胡金龙并没有借助标尺等任何辅助工具 针刺工夫确实他考验的是一个人的难心 一个人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好好去做 整一个灯瓦棱 水蒸的就一颗去蒸到底 两个人蒸出来 因为手法不一样 它的颜色就不一样 蒸出来一个生一个大 一半密度我们在16到32孔每平方厘米 像一个品质停灯的话 我们计算过大概400多万个增空 1988年 近两米高的品字停灯 历时两年终于完成 这盏灯做工细腻精致 灯中有灯 玲珑剔透 很快 胡金龙颇具前瞻性的判断得到了证明 1992年 山东资博举办了全国花灯邀请赛 胡金龙和团队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他们代表浙江省参赛 送去一大一小两个灯组 大灯组就是这盏品质停灯 山东直博穿山的那个灯 是来自全国的各种门类的灯都有 很大气有些灯 都是有十几米高的都有 那么我们这个灯是不大 他们说太精致 太漂亮 这样的灯在全国可以说是没看到过 拿了两个一灯奖回来的时候 大家心里都非常振奋 非常的高兴 我们海宁专门为了一灯奖 还开了个清工会了 1992年 胡金龙带领团队制作的 品质停灯扬明国内 再遇而归 大家决定不再小打小闹 于是聚在一起商议 在工厂领导下成立了一个 专门制作灯彩的部门 瑕石灯彩工艺社 不巧的是 恰在此时 胡金龙被调往其他地方工作两年多 之后 工艺社效益越来越差 面临即将关门的窘境 当时斗争是很激烈的 事先斗争 到底办还是不办 办的话怕养不或是忙人 不办的话 确实接下来没人 产生没人做了 我说要么我来试试 那么产生他是提出来自负心亏 同意以后就是95年 1月1号我证实就是 就是专心在这个灯彩工艺社 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 就是要扩大影响 靠巡混转览 包括我们到嘉兴到福州的 各个商场去经营转览 胡金龙白天跟着货车四处寻展 经历着严寒酷暑 晚上有时太晚没订上宾馆 就在货车里蜷缩着 和灯彩一起凑合着睡 那段艰苦岁月 胡金龙至今难忘 记得我们到宋城去的时候 我们就租了一条很大的船 好像有200灯的那大船 因为杭州宋城那里进不去 那我们停在那里 停在那个酒堡那边 用车再用车拉到宋城 那天我记得是天特别冷 有零下好像四五度 扶子上都几双的 我们早上可很早 在那里搬那些灯彩 还坐在没有帐篷的卡车上 守护着这个灯 就是拉到转揽的地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 胡金龙凭着一股 越挫越勇的韧劲 逐渐接到了越来越多的制作订单 灯彩团队也逐步从五六个人 迅速发展到十五六个人 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在胡金龙的带领下 霞石灯彩工艺社 从濒临倒闭的困局中走了出来 然而在1998年的一天 一个噩耗传来 先生到了98年 他10月份 10月好像18号那天 他那天离开了 去的话看着他就是想走又不想走 但是我知道 他肯定是对这个灯彩事业放不下 就是临终的时候 我就跟他表白 跟他就是发了个寺院 我说跟他说 我说先生你放心这话 我说关于霞石灯彩 我说我一定把你缠成下去 我跟他发了寺院以后 他眼睛一闭 嘴巴一闭这样这样 很平稳地离开了 当时霞石灯彩工艺社 刚刚走出困境 正在走向繁荣的路上 而上个世纪90年代末 一些灯饰新产品涌入市场 极大压缩了传统霞石灯彩的生存空间 面对严峻的挑战 胡金龙思考着通过创新 来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并带着霞石灯彩走上国际舞台